好,STEP 4 现在呢 因为我们最开始知道的只是这两个 所以就相当于说我们最后的解这边 我有好几种选择 我可不可以把后面选择成 比如说这个X0 X0就是这个样子的X0 OK 好,那么假设我这样子做的话 那就相当于说 我这边要一个X10 X20 写太小 X10 X20 看看 插不插得掉 好 那么我前面需要乘上一个很特殊的U 最后我可以得到X1的时间T X2的时间T 类似这样 但是这边不一样 这边呢 得到的是 X1 T X2 T的这个矩阵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你有两种选择 我可以这样子 或者是 这个叫Plan 这个叫Plan 我加强成它们不一样 虽然说我们在后面算的时候 用这个方式算起来很方便 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起始条件其实是X1跟X2 OK 这是我们的起始条件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这样转换过来 那当然更方便 要不然我们就要先转换到 投影在一模式跟二模式上面的起始条件 最后得到这个 一个模式上面的行为 跟二模式上面的行为 都可以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做法 假设我们先把它Project回原来的那个地方去 OK 我们可以吗 Can we project 1 and 2 back into 1 and 2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做 当然可以 对不对 假设要Project回去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X1的T 因为我们刚刚这边算出来是X大一大二 对不对 那是不是你把XT 这边的这个解 我可以把它投影回1 OK 投影回1呢就很简单啊 1是什么 在这边嘛 10 那我是不是把它写成 1 0 要乘上一大串东西 对不对 我先把公式写完 先把它写 1 那XT是什么 是这一大串啊 所以它是不是等于I X1 0 再加上X2 0 再加上X2 0 除以根号2 cos Omega it 再加上 Omega i Omega 1 Omega 1 Omega 1是多少 根号 根号 K 再加上 因为我project回1嘛 后面是2 X1 0 减掉X2 0 除以根号2 cos 根号3k Om t 我可以这样 好 这边我这些project就好了 对不对 那1跟I怎么算 我们先来这边快速算一下 1跟I的project 1呢是等于什么 那边的 1 0 I呢 I在哪里 在这 更好2分之1 1分之更好2 1分之更好2 就等于1分之更好2 同样的 2投影在1上面 1是不变的 2是什么 更好2分之1 负的更好2分之1 它也等于更好2分之1 两个不动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通带进去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X1的T 等于 这边有更好2嘛 所以更好2变1分之1 2分之1的 X10 再加上X20 我这边不用中括号 是避免大家误以为 我又再做另外一个奇特的矩阵 它就是很简单的 两个相乘而已 对不对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同理可证 同理 我可不可以算X2 也可以啊 它就会等于 X10 再加上X20 cos 根换好3k over mt 减掉 1 2分之1 X10 减X20 cos 根好3k over mt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解决出来了 解决出来之后呢 我只需要重新把 稍微整理一下 1就是10 2就是01 Omega i 等于k over m 第一个 就等于根号2分之11 我把这个抄下来 OK 好 我们不是想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转换吗 EU可不可以建构出来 建构出来了 我们这边排一排好不好 好 我们就得到这样子一个种 其中我们把起始的条件 经过这个vector把它转换到任意时间的 我们这个vector给它的名称叫做propagator 那我们就得到我们所想要 好 这样子看起来不错嘛 我们已经解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难道只有这个方法吗 我们要配来配去配来配去配来配去 能不能有什么地方来做个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OK 我们从一个式子 写出来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式子 OK 这个是我们本来知道的 对不对 我们本来就知道它是个cos的形式 我只是把它投引回第一个模式跟第二个模式 这是一开始我们算了 我们希望用模式的方式来思考它的时候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呢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地方 大家共同有的把它提出去 把它提出去 假设是这样子 中间这个不就是you跟着时间有关系 这个是x 所以从这边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我们要把这个转到前面来 或者是这个转到前面来 你看看后面这个跟时间没有关系啊 因为这是initual condition啊 跑到这个地方要跟时间有关系 你告诉我时间相会在哪边 当然就在这个u的vector里面 u的matrix里面 所以我们确实得到一个跟时间有关系的 u的matrix在这边 那我们u 可不可以用矩阵的方式啊 稍稍微把它算出来 因为这个u不就是等于中间的这个 这一大串的东西吗 这个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把它稍微算一下 假如说我们今天算的模式不是只有这个这样子这么简单的 假如说我们今天算是很多个指点 那你会有很多个模式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ut啊 你可以写个很genal的模式 这样就好了 ok 假设我们现在只有两个 那i当然就等小1到大2 就这样子 假设你有很多个 请你记住 通通通要把它加起来 ok 好 有了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做一个 假设我们把这个u放在中间 前面是e 这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来算算看好不好 e在这边 对不对 那后面呢 也有个e 中间不就是u吗 u是什么 那一串的东西 假设现在只有两个 那所以我就造写了 好不好 这样子 那你把它摆进去 1 i i 1 cos omega it 再加上 1 2 2 1 cos omega 2t 对不对 我们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两个呢 1跟2 1跟1 这个已经算完了 等于根号2分之1 那这个是颠倒啊 颠倒啊 颠倒是指什么意思 1跟小1 这个是不是等于 根号2分之1 根号2分之1 乘上1 0 对不对 就发现也是 根号2分之1啊 两个根号2分之1 是变成多少 2分之1嘛 这个也是一样 2分之1啊 所以里面会变成一个 cos omega et 加上cos omega 2t 假设我们把我们的case 摆进来 它是不是会等于 cos sine的根号k over mt 再加上cos 更号3k over mt 对不对 这样子算起来 我就可以把每一项 每一项 假设我把这个定义为 u e e 你看看这一项 跟这一项 一不一样 完全一样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一项一项把他求出来 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最后面呢 这个u啊 就会变成 u e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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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把它算出来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本来执行 一 二 三 对不对 下面呢 经过一连串的计算 最后才凑出这个形式出来 或者我们从三的二的地方之后 就把它截断 直接来算 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把它拼成它的模式 就好了 或者是我们从这个地方 把它截断 中瓜号 中瓜号 ok 然后呢 u e e u i j 我们先把那个写一下 xt 我看看 在这边 我们把 u 这个 u t 我就可以写成这样 我可以写成这样 然后呢 最后面 我就来执行 e i u j 就会等下 u i j 最后面 第四个步骤 其实就没有第四个步骤了 第四个步骤 其实第三步骤就相当于第四个步骤 已经解出来了 u 就等于 u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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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u 2 2 最后得出来 xt 等于 u t x 这样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更加简单一点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 整个把它算出来 好 我们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 因为在量子力学 基本上面 做的是非常类似的事情 什么样类似的事情呢 我们有一个 宽态mechanical系统 所以一开始 你要描述它 记住我们刚开始写 这个equation of motion 我们是古典的 我们就用谁的定律 用谁的定律 用牛顿定律 假设是量子力学呢 我们就用什么 schödinger equation 或者你要用另外的 也可以 基本上 你是属于哪个系统 就用哪个系统 equation of motion建构的方式 量子力学建构完了 然后就生下就开始解了 同样的我们解 I can value I can vector 我们也会有起初的条件 假设你有 那很好 假设没有 你从这边会得到 各个state的能量 相对的state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做很多假设 假设我们的电子呢 一颗一颗互相 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高中 我们就知道 一个原子的组成 有1s轨域 2s 2p 3s 3p 3d 4s 4p 4d是什么 对不对 这些是怎么来的 这些最简单的一个假设 就是这些电子呢 都互相不干扰 所以我只放一颗电子 到这个轨域 到这个原子上面去 我收到原子的作用 之后 我可以解出来 我经过 我经过这个解 我解到了 它的 eigen value 假设只有一颗电子 大概很好解 就把它解完了 解到各个状态state 然后我们未必就要 执行下面这些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第一个原子摆进去 假设能量很低 它应该掉到最下面 1s 2s再填进去 但是2s不能在同个状态 我们要引入另外一个 这边没有讲的状态 叫包吏不相容原理 我们又把它摆在那边 OK 所以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当我们这样子做了之后 我们可以建构出一个 跟真实相去不远的一个模型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下堂课呢 我们会讲古典 古典一讲完之后呢 下下堂课 我们就开始讲量子力学的假设 你会赫然发现一件事情 好多东西根本就搞不清楚为什么 OK 我们只是要找一个模型 足以描述真实的世界 到底这个模型是不是真的 这个嘛 不知道 我们希望它是真的 但是 有没有什么缺陷 有没有什么 就慢慢应用 看看在什么地方 它又不足了 OK 所以你就发觉 我们只是想办法 来match一个实际的东西 希望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跟实验所看到的是一样的 古典力学就是在几个地方做不到 必须靠量子力学 但是最后你会发觉 哇 它可真凑答案 怎么会凑到这么漂亮一组数学出来 那事实上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用什么 古典的 你可以用Newton's Law 对不对 量子力学 是用什么 Schödinger Equation 一有了Schödinger equation 或者是什么的 或者是五点的 不管怎么样 你最后面呢 像说这个 这个会得到个什么 X 超过到整一个OmegaX 这是古典得到 量子力学呢 会得到一个什么 Ih bar phi dot OK 我们会得到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你看两个都很像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技巧 完全一模一样 这个是古典列的 这是量子力学 你只是可能 还没有学到这个 什么力而已 一旦学到也没什么 一样画乎照样出来 OK 那其中的 这个呢 我们都叫做Hermitonian 它本身就是Hermitian Operator 我们刚刚也看过了 我们这个也是Hermitian Operator 对不对 所以两个非常类似的地方 OK 最后面 我们就按照步骤 一个一个来 这个呢 Equation of Motion 可以告诉你 这个 这个有Shielding Equation 这个部分 你必须要自己建构 OK 牛顿力学很简单 刺激等于反应 一写就写完了 但是在量子力学里面 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它会比较复杂一点 OK 好 总之你把它写完了 所以第一个步骤完成 第一个步骤 解Igon Value Igon Vector 也照解啊 所以你可以解出一个能量出来 解出个Igon Vector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第二个步骤 大家都一样 好 解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 Find a Propagator 这个等于什么东西 所以假设你有起初状态 比如说有人呢 他就是做光的 我光一打了呢 就把它刺激到另外一个状态上面去 那就相当于你有个起初状态 你可能是Ground State 或者是什么中间State 然后呢 我要个Propagator 这Propagator是跟我光有关系的 我一打啪一下进去的时候 它就被我激发到另外一个状态上面去 得到个Find a State 就是类似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最后面呢 就可以得到类似下面这个一样 那你就会得到Find a 就把它解决掉 OK 这样子写比较 一直 我们做的事情都很像 OK 所以呢 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展示 我们可能也没有太多机会展示 但是各位 现在你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 你开始去看很多论文 你发觉他的做法就是很类似 他一定先建构一个equation of motion OK 其中最重要就是这个怎么建构 就相当于我们怎么应用牛顿力学一样 建构完之后他就开始解了 他所有的功夫都在解这些 解完之后就开始解释他里面的现象 有些时候需要这个 有些时候不需要这个 你就看看你的状态 OK